后来医院透过各种关系找他弟弟 弟弟来到了病房 看到哥哥病奄奄的躺在床上 哥哥这时候眼睛张开 突然苏醒 看他弟弟 他居然不是非常感动 而是非常愤怒咬牙切齿 用他生命最后的余虑告诉他说 大家好 我是邢兰老总林福毅 我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 难免会遇到生病 不管是自己生病或是家人生病 在生病的时候 我们最害怕就是 面对死亡之前的那种恐惧 今天我要介绍这本书 书名叫做《死亡对生命说的话》 这本书是韩国的医生 他叫做金范席 金范席呢 在韩国的首尾大学 担任肿瘤科的医生 在他职业生涯18年来 大部分的病人都是面对癌症的第三期跟第四期末期的患者 这些患者在被宣判像是死刑一般的讯息的时候 他要如何接受自己要如何来面对生病以后的治疗 在这本书里面金范席告诉我们 其实死亡将至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种态度 但时间跟生命可以让我们挥霍吗 在这本书里面 他从专业肿瘤医师的角度告诉我们 要如何遵从医生的医嘱 同时我们也看到很多动人的故事 在我们一般人认知当中 都认为医生就是把我们的病给治好 但是因为作者是在肿瘤科担任医师 他的病人大部分都是面临了癌症的末期 所以他说以他的工作来讲 并不是治好他病人的病 而是只能延长他们的生命 作者不只要为他的病患延长寿命 而且他也对于家属跟病人写给他信 都把他留下来 里面就提到 曾经有个病患女儿写给他的信 他说他的母亲罹患了癌症末期 但是他的母亲都是表现得非常的坚强 他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在接受化学治疗的时候 那种痛苦 可是他妈妈总是云淡风轻的说 还好可以承受 但是这个女儿也看着母亲的生病 越来越严重 所以他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藉由信件跟作者分享 而作者也从女儿的信件当中 知道他的病患非常的坚强 这个病患他年轻的时候 就担心抚养他的儿女 所以自己生病之后也不希望造成女儿跟子女的困扰 所以他总是咬着牙 然后接受化学治疗 所以作者就建议病患的女儿说 你应该好好陪伴你的妈妈 所以这个女儿呢 也将妈妈接出院了 在不就化学治疗这段期间 带着他爬爬山 到海边吹吹风 享受最后跟母亲相聚的时光 最后这个病患不幸离世了 带着病患女儿非常感谢作者 他说如果不是你的建议的话 我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办法 跟妈妈享受最后的时光 当然在这本书里面 也有些病患在接受自己化学治疗 到了末期之后 不能再有任何药物 对他的病情有改善的时候 表现出了那种愤怒 在书上就提到了 有一个人他进入了安宁阶段 这时候呢 他很生气地告诉了医生说 你应该给我用最好的药 不管多少钱 我都可以医治吧 但是医生还是坚定地告诉他说 如果你觉得我这边是没有用的话 你可以转诊到别家医院去 这个男子愤怒地离开了医院 后来他转诊 可是别家医院也是不收他 他们告诉他说 金医师所做的治疗已经非常好 你真的是到末期了 这个人非常的愤怒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他从年轻开始 他就觉得自己在这个社会上 是被唾弃的 是被鄙视的 他靠自己的努力 有了今天这样的成就跟地位 可是他并没有改变心中那种愤世忌俗 觉得自己被不公平对待那种愤怒之心 金医师想要告诉他说 你活得太辛苦 你的愤怒让自己 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宽慰 金医师说 如果他有机会 跟这个男性患者说 他想要跟他讲说 你这辛苦了一辈子 为的是什么呢 在这本书上我们看到作者 在不同的案例当中 能够了解这些病患的生活 我们都认为人之将死 起言野善 但真的是如此吗 里头有个病患 他来医院总是一个人 所以一开始 医院的人都以为这个男子 是只有自己 好像没有亲人 后来才才知道 这个男子唯一只留下一个亲人 那就是他弟弟 这个男子他没有结婚 当然没有子女 而留下这个弟弟 应该可以通知他弟弟 来探望他吧 可是后来才知道 原来他的弟弟 曾经在年轻的时候 向这个患者 借了两亿韩元 可后来这个弟弟 做生意失败了 没有办法还他哥哥这个钱 所以他决定 跟他哥哥必不相见 后来医院 透过各种关系找他弟弟 弟弟来到了病房 看到哥哥病奄奄的躺在床上 哥哥这时候眼睛张开 突然苏醒 看他弟弟 他居然不是非常感动 而是非常愤怒 咬牙切齿 用他生命最后的余力 告诉他说 把我的两亿韩元还来 这一幕看在金医生的眼中 他会觉得 为什么在这一刻 你的生命都已经结束了 而且你身边 只剩下这一位亲人 你的弟弟来看你 你为什么不能放下 心中那个不甘愿呢 后来这个弟弟 头也不回地走了 直到这个病患去世 这个弟弟都没有来送信 这样的故事也告诉我们 当生命走向净土 难道我们留下的余生的时间 应该是做这些愤怒 表达你心中的不满吗 在这书里面 当然还有无数感人的故事 在癌症病房的故事里面 其实白发人 送黑发人 这种悲伤的情景 并不少见 也就是很多的患者 他是年轻患者 他的父母 要送别自己的孩子 走向默土的时候 那种心中的那种痛苦 一定是可想而知的 里头的故事 让我印象深刻 有个母亲 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孩子不过活了十年的时间 就离开人世间 这个母亲非常悲伤 但是呢 有和尚告诉这个母亲说 你要放下悲伤 最好的方式 就是把孩子生前用的东西 烧掉送给他 因为这时候孩子 才能够在另外一个世界 得到他生前喜欢用的东西 而你烧掉孩子的这些东西 才能够让你自己 从悲伤中离开 这母亲将孩子喜欢的玩具 文具都烧给了孩子 可是有一件事情 他一直不知道怎么处理 那就是他不敢烧掉 孩子在医院穿的最后一双鞋 因为那双鞋是一双拖鞋 照理说 应该将孩子生前 他最喜欢的衣物 都要烧给他 不是吗 可是母亲说 我不能烧掉这双鞋 因为这双鞋 是一双拖鞋 我怕我的孩子 在黄泉路上 他会走得非常的冷 因为拖鞋 并没有保暖的功能 这位母亲 她自己很难过 为什么在孩子要离世前 她只能穿那双拖鞋 所以她也一直不敢 把那双拖鞋 烧给孩子 这故事告诉我们 其实人都会离开 可是离开之后 我们对亲人的思念 或许会在仪式当中 得到一种宽慰跟救赎 可是留在心中那种自责跟思念 恐怕只有当事人 要经过时间 还有亲情的疗愈 才能够化解 在这本书里面 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故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 我们要走哪条路 其实终点站都是死亡 而藉由这本书 要告诉我们 我们活着的时候 不只是忘记死亡 有时候有些人 连活着这件事情 都会忘得一干二净 一如我们刚提到的一些案例 所以当活着的我们 应该思考 如果有一天 生命将走向余境之路 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 来面对我们自己 可以掌握的人生 如果喜欢我说书 欢迎订阅行难老总 每个星期说书给你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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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